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那个饲料成本得降低下来 但是不管怎样低 一年一头育肥牛的饲料成本 你也得要个三四千块钱 养一批三十头育肥牛 全部卖出 大概能赚个八九万块钱这样 一头牛赚两三千来算的话 我就是往乐观的那一方面来算的 实际上养牛不是靠算得出来的 很多东西养了会发现很多的问题 当然啦 苏是这样算 但是现实中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疾病的风险 然后还有一个是买不到好的牛 怎么养也养不大 稀料成本投入进去了 养不大 利润见不着 所以在选择养牛的时候 首先 重中激重是牛的品种 品种选对了 然后要买到好的牛 买到好的牛 生产效益就比较高 还要有一定的吸氧管理技术 买不到好牛 又不懂管理 又不懂为五十万投进去 很快就打水漂了 所以养牛是不能单靠算的 主要还是经验 慢慢的积累 学习 养牛真的不容易 想要养牛的朋友 要先了解清楚 不能盲目的跟随 好了 今天这期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拜拜